那三个人被抓去游街了 我还听说游街后就要敲烈了 怎么这么傻呢 傻的就像孙孝丘 听我听到 让开 注意点 记住每一个人 说不定跟人炸弹有点 少爷 张树生不是已经把人交出来了吗 难道您还不打算放弃吗 他随便交几个人给我 我就了事了 他当我孙少奇是什么样的人 行 我一定把他们查清楚 你不要放了 走开走开 走开 走开 快走开 快走开 行 我可懂了 行 站位 走开 废 bi 那别救命 你倒轮下去 走 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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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丢下我 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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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来 老闭 干什么 走快 这么死了 看清楚是谁 无准什么的 快退伙 少啰嗦 滾开 小姐 你不能向前啊 这帮人杀人不眨眼啊 大不了 给我一枪 你们 你们太草叶人命了 张大帅有力 他们三个图谋不改 暗杀少帅 今天当众游行 如果下次再这样 这就是下场 跪下 跪下 开枪 很啊 阿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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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杯茶吧 其实刚才你真不应该上前 万一那帮人沙红了一眼 连小姐也遭殃了 豈不是死得很冤 難道這社會已經沒有公道了嗎 為什麼不把人當人看 難道就可以用武力來鎮壓百姓 大家為什麼不說話 難道上海的百姓都這麼麻木 為什麼 這邊的情況 以小姐的能力 什麼有辦法改變現實狀況的 都是那個孫孝秋 要不是他的話 上海也不會變成這個樣子 你跟他有仇嗎 不然為什麼那麼恨他呢 剛才外面的三個兄弟跟你有什麼關係 沒什麼 我該回去了 謝謝這位先生 來 查查他 是 進來 道帥 以我看這件事要處理了 要放回去嗎 鎖進我的保險箱裡 是 明天約張樹生過來 少帥 都查清楚了 那個女的叫武建宇 從天井來的是武晴天的女兒 武晴天的女兒 她跟張樹生的兒子走得很近 都串起來了 是大帥把他跌給槍斃了 所以他來上海是對付大帥的 刺殺大帥 往我汽車扔炸彈 都跟他有關 要把他抓起來交給大帥嗎 把他交給大帥 那不死路一條 長得這麼標誌 這麼有氣質的大家閨秀 豈不可惜了 再說 他是來對付大帥 又不是對付我 讓他活著 是不是很好 我懂少帥的意思了 我會小心把他保護得好好的 你呀 跟著我多 越來越明白了 那還得跟少帥多多學習 時間長了 前途無量 謝謝少帥提拔 這兩天有沒有我的信 沒有 沒有 大帥 張老爺子來了 大帥 大帥 有些話我想和老爺子單獨聊聊 阿德 你在車上等我 是 請 張老 不好意思 最近我這把老虎頭不爭氣 所以 大帥 我又耐著性子 等大帥召見的 聽說你跟少帥的關係越鬧越僵 是嗎 大帥心裡明白 我就不多說了 厚道 只怪少帥年少氣盛 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您受委屈了 跟小孩子犯不上吧 大帥能主持公道就好 我一向是幫理不幫清的 我想 與其我主持公道 倒不如你自己討回公道 大帥的意思是 年輕人不吃點苦 就會越來越自大 讓他見識見識青幫的實力 也好讓他警覺一下 反省反省 當然 一切我會當做不知道 大帥 俗話說打狗要看主人 老實說我本來是有些顧慮的 既然大帥有這句話 那我就放心了 放手做了 沒什麼好顧慮的 我明白大帥的意思 畜生告訴我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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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這樣了 大姐 她對你絕對是有情有義的 她什麼事都像你 你卻連一句關心話都沒有 你知道嗎 我們走了以後 走 你們帶走 姐你們什麼人 姐姐 為什麼要抓我妹妹 她欠我們八百塊錢 她沒錢我們有收據 我們就用身體來抵賬 她欠你什麼 你想要人帶著錢到金老板那兒去換 什麼 是金大虎的人抓到你的妹子 是啊 白露完全是為了湊足這八百大羊 才會給人家借高利貸 無論如何 我們都得救她 不能讓她落進火坑 借在還錢沒錢壓人 這是規矩 你不懂嗎 這個規矩我懂 所以我才求老爺子您幫這個忙 你是要我向金大虎要人了 不是 我是想用自己來替白露 可是又怕金大虎那邊不同意 所以請您張老爺子來幫一下忙 你明明知道這會是什麼下場 我明白了 你是想替白露跳火坑 白露是為了湊足五千大羊 才跳到火坑 如果有什麼三長兩短的話 我絕不會原諒我自己的 你是真心這樣想的嗎 你真想救白露嗎 白露是我的姐妹 我可以為她做一切的事情 就像是紀妃和您 我相信您也可以為她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好 我沒有看錯人 你是個有情有義的人 阿德 在 去通知一下金大虎 就說我說她 叫她馬上把白露小姐放了 是 謝謝張老爺子 吳小姐 老爺子已經發話了 您就放團心 就等著接白露姑娘回家吧 謝謝老爺子 您的大恩大德 我建議永遠不會忘記 告辭了 慢著 行 既然有人說 你不太誇張了 老爺子 變回來 有天過 您是否有一位 人長有個四個腳 我不知道 看来季妃是雷戏可唱了 老爷子 现在金大虎盘子里的钱都是孙少帅的 您让他放人 您就是跟孙少帅过不去 那恐怕是 孙少帅 他就快蹦不动了 大姐 其实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孙二姐不让我说的 她的如意算盘是 只要我们离开上海回天津去 那这些人就找不到她了 这件事就告一段落了 你们怎么那么天真呢 对呀 大姐 你们怎么又来了 白龙 算你们的后台影啊 找到张老爷子出面 来跟我要人 可是我金大虎也不是吃素的 就凭张树生一句话 我就无条件放人啊 这是不可能的 那你想怎么样 中城你少说话 金老板 我们自然知道欠债是一定要还的 你放心 这八百大洋 我们一定会还你的 姑娘 你说的话挺上道的 我很愿意跟你打交道 不过 你对这个数字 好像不太清楚吧 我妹妹不是向你借了八百大洋吗 白龙啊 你借的不是这个数啊 对呀 八百大洋是本金 可是他们还要算利息 已经拖了很久了这笔账 利家利 告诉你 你们现在一共要还一千九百个大洋 什么 一千九百个大洋 那你赶紧去查好了 我们没有那么多 没有 那没关系啊 阿元 是 把人带走 等一下 张老爷子不是已经替我们出面了吗 你总不会不给张老爷子面子啊 对啊 不给他面子 我现在也不会把人给送回来了 今天我是来知会一下 我可以坦白的告诉你们 明天我会去找那个张老爷子跟他要钱 要是他不给的话呀 我还是会回来抓人的 金老板 要不我们再商量一下 大姐 你呀 怎么那么糊涂 怎么能像这样的吸血鬼借钱呢 给我三就行 给我三就行 好 谢谢啊 我们走 跟着他 三位大哥 一泊云天 你们对我弟弟的救命之恩 剑雨 今生不能相报 来生做牛做马 一定一一报答 该死的不死 不该死的一下死了三个 上海滩很多衣冠禽兽 活得倒滋滋有味 真巧 我没有见面了 你怎么来了 先生 你为什么老跟着我 你怀疑我跟踪你 那你觉得 我会相信这是个巧合吗 陆小姐 难怪我对你一见钟情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在上海滩我想知道谁 那是一件难事吗 你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打听我 或许你知道我的身份之后 对我会感兴趣 你别卖官子了好不好 在下孙少奇 你是孙孝秋的儿子 他不是我亲爹 我是他义子 你找我干什么 是准备抓我吗 无冤无仇的 抓你干什么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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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什么 我们心里都有个共同的目标 你别绕群群了 要抓就抓吧 有必要抓你们 你不想杀孙孝秋吗 你真的要杀孙孝秋 为什么 因为他挡着我的出路 你是翅膀硬啊 想谋穷篡位 是吗 别说这么难听 你不觉得我在他的位子上 会做得比他更好吗 这是什么样的人 调什么样的货送 我什么货送 忘恩不义 卑鄙无耻 你笑什么 难道我说的有错吗 你说的没错 我就是这样的人 你愿意跟这样的人合作吗 我绝不跟你这样的人合作 或许你听完我说的 会有兴趣 你冒称我的未婚妻 我带你去见孙孝秋 带你进大帅 那样的话就不用搜身 你的计划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 你是想借我的手杀人吗 你爹死在他手上 难道你不想报仇吗 你考虑一下 我是个性极的人 不过还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既然你我办夫妻的关系 我也说过 对你一见钟情 你放尊重一点 没关系 我不会强人所难 不过孙大帅 要是知道五小姐在上海的话 他会怎么样 我不想看到 你的弟弟妹妹横尸街头 你这算是威胁我吗 不是朋友就是敌人 把你交给孙大帅 那也算手工一介了 你真是卑鄙无耻到极点了 有些话骂一次就算了 我要做的事能做不成吗 是朋友是敌人 你自己选择 明天六点我来接你 希望你打扮得漂亮点 让我们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再见 大姐 大姐 你可回来了 姐 苏大哥已经替我们买好四张火车票了 什么时候的火车 明天晚上 好 你们准备一下行李 明天晚上准时上火车 那你呢 我是不会走的 大姐 我就知道大姐不会跟我们走 苏大哥 劝劝他吧 是啊 打你们踏进上海第一个晚上 我就劝到现在 我不想再碰钉子 要劝 你们去劝吧 苏大哥 苏帅 开门 少帅请 你们回来了 欢迎 欢迎 爹 给您介绍 这是五小姐 我的未婚妻 好 五小姐是哪人呢 天津人 那五千天是你 他是我爹 我今天来是替我爹报仇的 这回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了 你也得死 我也是 你也得死 你不见得了 我也是 你宁静 在哪里 我不是 你也不见了 小姐 你不见了 大姐,大姐,你累了沒有? 白龍,什麼事啊? 我做了個噩夢,什麼噩夢? 我夢見我跟孫小秋同歸於盡 如果你不跟我們一起走 這就是你的結局 我夢見我跟孫小秋同歸於盡 我只要活著一天,就別想 讓孫小秋好好活著 可是現在我們什麼辦法都沒有 那是你的想法 大姐,別意想天開 明天跟我們一起走吧 白龍,你明天要帶著丹丹和忠誠回天津去 到了天津以後寫信給我 讓我知道你們平安無事 這樣我就沒有後顧之憂了 難怪蘇大哥再不勸你了 他是個好人,他是個好男人 白龍,你說丹丹喜歡他 那好,你就試著勸勸他們,撮合他們 我想丹丹嫁給孫妃的話 會比嫁給忠誠來得更幸福 大姐,那麼你怎麼辦? 我現在出了報仇 什麼也不敢想了 把你們倆選出來 是因為你們倆是幫裡面一流的好手 我最信過你們 記住,要做得乾淨漂亮一點 是 去吧 讓我見老爺子 讓我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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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什麼事 是 老爺子 求求求您救救我的孩子吧 有什麼事 有什麼話 慢慢地說 老爺子 我孩子已經病了三天了 家裡窮得連鍋子都戒不起 也沒錢看醫生 眼看著孩子就不行了 所以我沒辦法 只能來求您了 阿明抽了生死千頂罪 我也很痛心 我差阿德給你們送了一筆安家費 你們怎麼還這麼困難呢 安家費我失領了 不過兩百塊錢還債埋名 早就用光了 什麼 你們就收到兩百塊錢 是兩百塊錢 老爺子 請你看在死去阿明份上 求求我們孤兒寡母吧 把人 把帳房去 支五百大養給他們 是 真是老爺子 真是老爺子 不 是我虧待了你們 我對不起你們 去吧 老爺子 您真是我們的救命恩人 阿明沒白跟你一場 你真是我們的救命恩人 老爺子 您找我 老爺子 在 下去吧 去 阿德 你跟我多少年了 到今年整整二十年 二十年 老爺子 我的秉性 你應該清楚 你知道我最恨什麼 老爺子 您正話 阿德 不明白 還敢做啥 還敢做啥 我讓你管賭場 你抽到些什麼 我都睁一只眼閉一只眼 你竟然敢昧著良心 吞掉阿明的安家費 你還是人不是人 老爺子 老爺子 您息怒 阿德 罪該萬死 我張樹生 沒你這個兄弟 青幫 也沒有你這個敗類 給我滾 老爺子 阿德 鬼迷心跳 一時昏了頭 我該死 老爺子 我求您高抬貴手 饶了我這回吧 二十年來 我忠心耿耿地伺候您 請您饒了我吧 就因為你跟了我這麼多年 要是換了別人 我早就一槍把你給崩了 我感激老爺子 不殺之恩 死罪可免 活罪難饒 你應該懂得青幫的規矩 怎麼 還要我親自動手 拿著 是 從此以後給我滾出上海 就是要判 也不許你回到上海來 是 謝謝老爺子 老爺子 謝謝您啊 謝謝老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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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大哥 都收拾好了 劍宇呢 我們一起來就沒看到他了 真拿他沒辦法 昨天晚上跟他聊過 我看他是不會走的 所以他一早就出去了 他還叮嚀我回天津以後 寫信跟他報個平安 蘇大哥 我們走了以後 就麻煩你多多照顧大姐 我會的 走吧 我待會兒 小水 時間差不多了 今天晚上可是一克千金啊 我就不信 他敢不乖乖地在家等我 走 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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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 可 你躺在哪儿 走 走 好了 我就只能送到这里了 你们自己保重 看好行李啊 看好行李啊 宋大哥 大姐要拜托您 大姐要拜托您 我会小心照顾他 还有我欠高利贷的事 那就叫给我爹去扯吧 反正他都把事情揽下来了 谢谢 宋大哥 你自己要小心保重 有机会 我一定会来上海看你的 好了 来不及了 快走了 好好保重 快点走 快 所有的进出口都烧好 不准放走一个 把进出口都拦去 这位长官 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出的事情太大了 我看这几天你们都别想离开上海 你们没看错 肯定是他吗 是 肯定没有伤到他要害 他肯定会活命 老爷子 您放心 那个孙少帅最多残废 绝对死不了 你们可以到账房领钱去吧 马上离开上海 回你们老家 谈老婆 谢谢 谢谢 老爷子 去吧 老爷子 弟兄们辛苦了 这两天上海才乱得很 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那个孙少奇已经挨了枪子 遭到了报应 不过这两天大家要小心一点 可能会有事 不过用不着担心 这是我们的地盘 上海滩 还是我们青帮的上海滩 老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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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外面来了好多官兵 混账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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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树生 有何贵干 你的案子犯大了 竟敢指使人刺杀少帅 你好大的胆 给我到司令部去讲话 别动 别动 不要动 好 这里是什么地方 是祖庙相堂 列祖列宗都在看着我们 回来襄案惊了些人 怎么办 江队阳 我跟你去 请 老爷子 老爷子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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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雨 老爷子 你 你怎么跟你说 我 怎么 张老爷子 你认识他 他犯了什么事 少帅被枪杀的时候 他在现场 你怎么跟少帅在一起 我 我本来约好 要跟他去吃晚饭的 谁知突然之间 有一群人冲上来 向他开枪 当时还死了一个人呢 是 那你没受伤吧 我没有 江副官 我看这事跟他没关系 没有必要把他靠在这里 放了他 老爷子 这里是司令部 不是你说要放人 就随便可以放人的 大帅呢 我看他去看少帅 到医院看少帅去了 少帅伤得严重不严重 我不太清楚 我看少帅是死不了的 大帅 大帅 情况怎么样 大帅请放心 少帅只是受到枪伤 经过我们抢救疏血 不会有生命危险 只是将来有可能会残废 那我走了 夜路走多了 总会遇到鬼的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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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不离 早点 走多了 我来说 走多了 我来说 你怎么会 我来说 我来说 那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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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对你不薄 杨玉玄 姑且不说 你苛扣君相 我放过你 你任用私人 我也放过你 你坚守自盗 盗卖我的君友物资 我还是放过你 可你就为什么不能等一等 为什么就不能等我死了 在这抢我的位子 老子等了多少年 老子能征得今天的地位 偶尔都白了一片 看你还不到四十啊 你为什么就不能再等一等 我告诉你 这里才轮不到你当家 要卖国 也轮不到你 你卖国 你知道怎么卖吗 啊 大帅对你呢真是 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他对你好多事都忍了 我今天布下马云 串通四仪泰 暗杀大帅 这事你知道的 你怎么吃里扒外呢 哼 要不是你枪杀了四仪泰 我还不会让殷先生暗中去调查你 四仪泰是个左撇子 他要自杀这子弹 也只能够从他左边的太阳穴进去 可英先生看出来 他是右边太阳穴中的枪 他不是自杀 少帅 你也别怪大帅 是我建议他这么做的 大帅要是再不出手 今儿恐怕躺在这儿的就是大帅了 英年早逝 是件很可惜的事 尤其是 还要我亲自送你上路 这是你逼我的 照顾 是啊 那 是 伤细 的是 不是 甚至